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渊离开家乡之后 家里的事务必须要人主持 李渊的七个斗士已经去世了 家里的事情只好交给敌厂子李建成主持 父亲不在 长兄不父 李建成是家里的大哥 弟弟妹妹都要服从他 李建成主持家务的时候 干了一件让人很寒心的事情 害死了同父异母的亲弟弟李志云 这件事情让李世民心有余悸 当时的情况是李渊准备起兵造反了 造反是十个不赦的第一条大罪 是要出族的事情 李渊在起兵之前 让李建成赶紧带着弟弟逃到太原来 李建成逃跑的时候 只带了依乃同胞的亲弟弟李渊吉 把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志云抛弃了 李志云因此被随朝官军抓住 成了刀下之鬼 同父 一母亲兄弟 同母一父外姓人 中国人的宗法制以父戏血统为传承 同一个父亲的孩子 不管是不是依乃同胞 都是亲兄弟 同一个母亲 但是父亲不同的孩子 在宗法意义上就不是亲戚 隋阳帝剧照 扮演者为著名影视明星赵文轩先生 李建成和李志云都是李渊源儿子 在通法意义上 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李建成身为大哥 居然忍心抛弃十三周岁的弟弟李志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李建成没有做到胸脚 只能算是一个冷血的大哥 孔圣人把父义 母子 子孝 兄九 弟公 为之约武教 武教的核心内容就是 父亲要承担起当爹的责任 母亲要对子女慈爱 子女要对父母孝顺 哥哥要对弟弟友爱 弟弟要对哥哥恭敬 中国人讲究孝孝之道 孝孝之道的核心内容是权力与义务对的 比如说要求子女孝顺 但是也要求父母要尽到责任 如果父亲年轻的时候抛弃弃子 子女可以不养年老的父亲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抛弃弃弃子 老了的时候儿子不养他 在古代是防云虚的 抛弃弃子的人打官司告儿的不孝 都打不赢 离冤俱照 扮演者为著名影视明星扣镇海先生 古代有个说法 叫做孝子不养弃子妇 古代的时候 有人卖儿卖女 也有了人养不活子女 把子女抛弃了 父亲抛弃子女和出卖子女之后 父子恩行就断了 子女就没有一路善良父亲了 古代还有一个说法 叫做孝子不养下唐母 一个女人 如果贪恋富贵 抛弃了丈夫和儿子改嫁了 就是下唐之妻 下唐之妻没有做到对子女慈爱 就是下唐之母 下唐之母老了打官司要求子女赡养她 官府都会判决子女 没有义务赡养下唐之母 父义 母慈 子孝是萧文化 胸友 地公则是替文化 哥哥虽然比弟弟大 但是弟弟也不是无条件服从哥哥 哥哥必须要有做哥哥的样子 弟弟才能对哥哥恭敬 李建成在李志云的事情上 就没有做哥哥的样子 所以 弟弟就没有义务对哥哥恭敬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 李建成和李元吉去宫中朝见父皇李渊 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巡武门 李世民率领人马杀出了 李建成刚想逃跑 李世民就一剑射中李建成的咽喉 李建成坠马到地 一命呜呼了 为此静德也奋起持追 杀了齐王李元吉 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剧照 扮演者为著名影视明星张丰义先生 李建成是太子 太子是国之储君 太子一君一臣 太子在父皇面前是臣 在天下臣民面前是君 李世民是秦王 在太子面前就是臣 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秦王杀了太子 就以臣是君 李建成是大哥 李世民是弟弟 从伦理上来讲 李世民杀李建成 就是以帝杀兄 无论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 还是 从伦理意义上来讲 李世民杀李建成都是以下犯上 史学界对于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 历来是颇有卑词 史学大家太斗蔡东潘先生在唐使里面 就抨击了李世民是杀储君李建成的行为 笔者在今天之前 对于唐使的观点都十分赞同 笔者今天温习资质通鉴 读到了李建成 李元吉契吉地之云于河东而去 立直之云宋长安 杀之的桥段 心里突然有点理解李世民了 笔者觉得 无论是谁 处在李世民的位置上 都会发动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要是不发动玄武门之变 就会成为第二个李世云 李建成剧照 扮演者为著名影视明星乔振宇先生 众所周知 在玄武门之变爆发前两年的武德七年 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 就已经从暗斗转为名称了 李建成和李世民各数等语 双方已来勿往 互相攻击 李元吉选择加入李建成的战队 对李世民形成了二打一的局面 资质通鉴记载 李建成曾经得到一匹没有驯服的列马 李建成让李世民去驯马 企图制造交通事故除掉李世民 李世民骑术高超 没有被列马摔死 李世民驯马的时候 曾经对宰相宇文士集说 李欲以此剑杀 死生有命 拥合商户 李建成知道之后 直使李渊的嫔妃告状 把李世民的话改成秦王自言 我有天命 方为天下主 即有浪词 把死生有命改成我有天命 性质就不一样 李建成篡改李世民的原话 就给李世民扣向了毛反的帽子 李渊听了嫔妃的枕边风 准备飞了李世民 任凭李世民怎么解释也不听 李元吉剧照 扮演者为著名影视明星石廷奥先生 就在李渊准备下诏费了李世民的时候 边关突然传来了急报 突厥连和粮食都大举入侵唐朝 土谷魂也发兵给突厥驻战 大唐边关的局势非常危险 自 这通鉴记载 刚刚还要对李世民下毒手的李渊 听说国家有难之后 马上就 乃改龙老免世民 命之挂战 羽毛突厥 李世民率领大军出征 打退了突厥 李世民虽然打了胜仗回来 但是是平之后 猜贤一身 李建成想谋害李世民 李渊不相信李世民 如果你处在李世民的位置 你会怎么办呢 李世民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交出兵权 当一个混吃童子逍遥王爷 问题的关键是 如果李世民想当逍遥王爷 就能当得成吗 在我看来 李建成和李元吉 当年能抛弃没有任何过错的亲弟弟李志云 其心之狠毒 由此可见一般 李志云没有任何过错 却遭了李建成的毒手 李世民与李建成争斗那么激烈 李建成如果当皇帝了 功高镇主的李世民 绝对没有活路 李世民俱照 扮演者为著名影视明星 于少群先生 李世民如果放弃兵权 就是失去了爪牙的老骨 李 建成一旦得失 随便找一个借口 派几个小力就能要李世民的命 李世民要是不发动玄武门之变 他的下场最好就是当一个被软禁的高级囚徒 最可能的下场就是被扣一顶毛帆的帽子 赐毒酒一杯 李世民交出兵权 也当不成逍遥王爷 既然此路不通 就只有走第二条路 与李建成死磕到底了 李世民不甘心坐以待毙 走了第二条路 发动了杀兄弟于前殿 求辞赋于后宫帝玄武门之变 在我看来 玄武门之变没有对错 只有胜负 李世民赢了 他就是天子 李建成就是反贼 李建成要是赢了 李建成就是天子 李世民就是反贼 性命攸关城王败寇的事情 只能以胜负论英雄 不能以道德平对错 参考书目 新旧两堂书资质通鉴 随唐往事系列贴文 由王福星原创 马自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